我在第157集有跟大家分析过 移民到台湾和澳洲的优缺点 事件一年之后,蔡英文仍然在位 而Scott Morrison已经下台了 这一集不是讲他们两个人 而是深度比较台湾和澳洲两地的生活 而今次我邀请了两位来自台湾的老移民 跟大家一起分享 其中一位更加是台湾著名的求平家 而我是代表澳洲的澳洲通 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 我会和其他国家的香港人一起互动 分享我们这些活在海外的香港人的生活是怎样 今集会和大家分享 移民到台湾和澳洲的方法 费用是多少 在当地找工作容易不容易 在当地的人工又是怎样 大家好,我是Alex 一位移民到澳洲12年的香港人 欢迎收看TotoTV 我先介绍这两位来自台湾的老移民 第一位是杰拉德 他是台湾著名的求平家 他也是YouTuber 他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有分享台湾生活的资讯 他也帮助过无数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另一位叫老温 他娶了一位台湾老婆 而且他是少数流利台语的香港人 老温某些地方甚至要比台湾人更加台湾 欢迎他们两位 那我们不如说说移民 目前台湾的移民政策 如果香港人想移民过来的话 主要有什么方法呢 还有未来台湾移民政策的走势会是怎样呢 香港人移民台湾基本上 只有两个方法是比较好一点的 很多方法那些都不说了 那些机率就很低 基本上两个方法而已 一个就叫投资移民 一个就叫做医亲移民 医亲移民很简单 就是你老婆或者你老公 是台湾人或者你父母 移民过来就不会太困难的 那个就结婚了 但是一般如果跟台湾没什么关系的 就只有投资移民 而投资移民呢 目前的政策就是要600万的资本额 开一间有限公司 然后就600万台币的资金 150万港元左右 那就是这个资本额 另外就要营运生意三年 还有要请两个员工 还有要租一个实质营运的地方 比如你开餐厅 你一定有餐厅的 如果你做其他写字楼工作 你就要租一个写字楼 那读书那些有没有移民呢 读书就要大学毕业 然后就来到台湾找到的东西做 它有个计分制的 然后做满五年就可以申请入籍的 计分制就是会看你的薪金 还有做些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都是投资民为主要最简单 那我说一下澳洲 澳洲的移民类别跟台湾都是类似的 首先观众经常问 我又没有钱 人又老又不会讲英文 想移民去澳洲有没有方法 有 都是台湾叫做医亲 澳洲也叫做partner visa 你只要是嫁个澳洲人 或者娶个澳洲人 甚至乎是同居关系 甚至是同性恋 男和男女都可以移民的 这个方法是最便宜的 另一个主流的方法 澳洲政府也跟随英国五眼联盟 吹鸡 刚刚推出了港人移民优惠政策 就是你合资格申请到澳洲的大学学位 在毕业之后合资格申请到 这个405工作签证 然后满足体测和居住的年期 澳洲政府就自动送个PR 永居给你 这个也是第二最便宜的方法 你只需要付居留期间的住宿 学费就行了 还有期间是容许你工作的 还有你拿到这个450工作签证之后 任你在澳洲找任何工作 任何城市都可以的 第三种方法 也都类似台湾的投资移民方法 但是坦白说 600万台币是没可能做到的 起码有三种方法 它有分ABC三个 简单来说 A就是做生意的 如果你懂得做生意的话 可以很便宜 不懂做生意的话 那就要花钱了 就是要满足盈现额 第二种叫B 就是投一把钱 就放进去当地的澳洲的 买澳洲政府的债券 一些投资类别的形式 C就是更加多 金额大的一个投资 总之澳洲的投资移民 你就肯定要花钱了 钱可以解决到的事情 都不是问题 其实跟台湾很类似 台湾其实现在都要花钱 就是要多花钱 不过很好奇 刚才你说澳洲读书 毕业合乎资格 就可以申请永居 永居不是入籍吗 它是这样分的 它首先就是拿个叫做PR 叫永久居留权 叫Permanent Residence 之后它要考一个入籍史 经了入籍史宣誓之后 它才会出一个澳洲的护照给你 分别就是你拿了一个永居 你其实已经可以享有 绝大部分澳洲的福利了 失业救济金那些都拿到的 唯一的分别就是你要成为公民才可以有投票权 还有有部分的 譬如是子女读大学的一个政府的免息贷款 或者是考一些去申请澳洲政府的工作 这些是要你入籍 拿了澳洲护照之后才有资格申请的 分别就是这里 大概澳洲要做多久才可以申请香港要入籍 要住多久呢 澳洲的签证是很复杂的 我简单来说 譬如最最主要的方法 譬如你申请188A做生意的 最快要两年 你预计审批时间 两年还要满足了 即一剔过满足了那些营业额 半年或者九个月 或者一年批个护照给你 那你前后预计最快三年才得到护照 它很复杂的 它每个州份的要求都不一样 它每个州就等于是不同的地方政府 最快三年得到护照 可能是考入籍试 可能是三年或者最快四年 可以得到澳洲的护照 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即现实情况就肯定是不止的 有些人做生意可能第一年不够营业额 接着又要继续做 这样搞来搞去 中间可能有些可能搞五年 六年 七年都有的 那台湾也不算久了 之前很多人埋怨要審半年 要審九个月很久很久 原来澳洲更久了 半年九个月很快了 但是香港人说很久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即是他未见过澳洲的行政口 有时候有些不比较过就不知道 说两句 如果外国人 即你不是香港人 我当你一个澳洲人 举例 想移民台湾 投资业民除了要1500万台币的资本额 开一间公司之外 还要住满五年才可以申请 换句话说 今时今日香港人来台湾还是很优惠 比起其他人来说还是优惠 大陆人直接不用想 其实这样说 现在香港人其实真的很幸福 无论英国开出的条件 澳洲这个港人优惠政策 甚至台湾 就算现在可能收紧了一点 其实都是比其他国家容易很多 还有说多一点 刚才那个港人读书的400签证 正常情况之下 其他国籍 甚至是英国人移民过来 美国人移民过来 他们在毕业之后 都要做一个计分制度 会计你的年龄 英文 学历各样各样的 而这个港人优惠政策 是这次香港人是打横省的 你只要读完书 拿到这个400元工作签证 不需要计分 什么都不用 过了一个很简单的体检 住满三年或者四年 自动送票给你 说多一点点 他的年龄就是 也有很多公众问我 我现在40岁45岁 能不能读到书 答案是可以的 只要他的年龄上限是50岁 你只要可以在你50岁之前 不能读到业 拿到那个400元工作签证 就是你计算一条数 有机会就可以拿到那个PR 但是呢 移民这些东西 永远是苏州过后没有船舶 你就不要指议这个政策 是长期持有的 我们现在收到一些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 就是英国那边就有机会 接下来就会收紧香港的优惠政策 英国一旦修改了 你不用看了 澳洲这边就一定会跟 因为澳洲每年申请的移民 移民的人数是很多人申请的 澳洲是其中一个 差不多是最多人想移民过来的一个国家 因为这里天理好 他现在每年的移民命额 长期都维持在16万到20万 而当中其实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其实有一半 接近10万人是来自英国的 因为英国人来到澳洲 他找的人工是多于英国的 澳洲的平均人工是高于英国的 而澳洲的平均楼价 就是每尺计 又是比英国便宜的 天气也好 福利也好 环境也好 薪金也好 所以澳洲是很受当地的英国人 过来移民的 你想想澳洲政府 我有得选择 因为澳洲都是英文为主 白人主导的国家 他有得选择 他尽量都会选择英国人 所以这个港人为政策 其实我自己估计 就不会是很久的 台湾那边又是怎样呢 接下来的走势又是怎样呢 其实现在接下来的情况 香港政府一直在放风 就说会取消或者会修订 这个叫港澳条例 香港人可以移民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有这个叫港澳条例 因为基本上在台湾的政府里面的国策 人基本上是两种而已 一是外国人 一是大陆人 那港澳条例就是在这两种人之间的一种 一个什么 种族 一个人 一个特殊关系 是的 总之港澳是有特别的优惠的 就是不是外国人 不是大陆人 如果他修订 假设他先取消 那港澳条例 香港人大家会觉得他列入外国人 还是会列入大陆人 那如果列入大陆人的话 那就是完全不用想移民了 除了医亲之外 总之是夫妻 医亲基本上都是夫妻为主 大陆人 那就是没有了 如果去外国人 都还好一点 你还可以五年 什么一千五百万 那当然 这个机率就不高了 没有了就一定是大陆人的了 那 至于会不会很快取消 或者什么呢 我个人 我们之前有几集节目都说过 我们就觉得没那么快 因为我们其实 刚才你说澳洲 可能很多人看英国 就是会看英国先 那我们呢 台湾会看美国的 因为现在美国 其实跟香港 有个叫香港关系法 都在不断地修订 如果美国大幅度 地断这个香港关系法 台湾才会跟着的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 但是呢 我几年前 我们讲座 或者节目都经常都说一句话 就跟刚才阿力士 你所说的差不多 我就说 快人一步 你想达到 要移民就要快手 因为呢 政策随时变的 你说我们觉得他没那么快 取消那个条件 但是他可以修订的嘛 这些事情越改越难 越改越严 不过我也补充一点点 前一段时间 就是早几天 就是台湾宣布说 开放0加7的 10月13日开始 其实有个迹象 都很明显看得到的 其实他对香港人的态度 慢慢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的了 因为他开放 全世界的人 可以进来台湾 旅游 观光 除了 中国 中港澳 三个地方 地区的人 不可以来之外 那已经是变成了 香港澳门 已经是 概括了在 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民 所以很明显看到 就是 台湾政府的取态 这个是最近发现的一个情况 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 为什么香港不开放 让他们进来 就是玩 观光旅游 很奇怪 全世界都开放 但是香港不开放 谁知道它是归纳了 中港澳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 趋势 我补充一点点 澳洲 他没有做得那么明明 但是他都是跟美国一致的 他就透过一些行政手段 他会这样如何界定呢 就是 他会看回来申请人的背景 如果他跟美国 因为他五眼联盟内部 是有共享的情报分享的 这个是不明文的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在当中发现 你的申请人 你是有相关的背景人士 那些有军方背景 或者是相关政治人物的家族 或者是亲戚 或者是朋友的话 他是有机会 是会拒绝你的申请的 所以移民的东西都是 走得快好世界 那么 越早申请 如果不然就要留在香港 就是共同富裕 对不对 没错 应该大家的看法都差不多 我们这里是不讲政治的 我们纯粹是讲移民 生活的东西 我们都是 在台湾当地找工作 容易吗 如果作为一个香港人 过去的话 人工大概是多少呢 一般香港人去到台湾 他们在台湾可以找到什么 类别的工作呢 还有靠打工 做生意 吃回香港拿过去的老本 在台湾的生活 可以过一个大概怎么样的生活呢 还有台湾的职场文化是怎样呢 会不会歧视香港人呢 找东西做其实是不难的 找好的工作才难的 因为台湾其实本身都不是很教人 周围都缺人 很多工作都 也说很多人失业 其实都是看你找什么去做 如果一般写字留工的话 正常 一般台湾人 真的两万多台费 到三万多 如果初初出来工作的话 一般的人工 当然做了久 这个是月薪 其实我们节目之前都有分享过的 台湾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不可以只用月薪来计算 因为很多公司的年终奖金是很厉害的 我们香港人可能打工一般都是叫出商量 我有些朋友 年底可以拿到六个月的薪金 五、六万月薪 但是他年底一次过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奖金 也就是说一次过可以拿到三、四十万台币的奖金 其实拉运年度的人工不低 还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错觉一件事就是 会只是看台湾的人工的金额 因为本身台湾普遍物价是比其他地方为低 虽然人工少 但是支出亦都少 我有一个英国很熟悉英国的朋友说 其实在台湾的麦当劳打工 他人工当然是远远低于英国的麦当劳 但是他说 在台湾的麦当劳拿过二万八 举例台币 其实他收入是比英国多的 因为租房子、生活费、吃饭 其实二万多他仍有钱 英国那个反而是不会有钱 因为住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这个他跟我比例 就是做个比较 所以很多人错觉 我经常说人工低 其实台湾数字上是低的 但是实际得到的钱其实是不低的 不过刚才说的这个话题 香港人来临时找工作 真心的 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不熟悉这里 那么以我为例 我举例 我之前请过一位香港人秘书 他来帮我工作 我的工资都给到三万多台币 但是 我不要说他的工作 这是很多主观因素 我不说那些 我只是说很多 譬如我吩咐他做一些事情 他不知道我说什么 因为他不熟台湾 那么我现在在台湾请回一个 我说一句他已经知道我要怎样去做 我吩咐他做一样的伊尼娜茲 之前香港人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刚刚来台湾 很多东西他不熟悉 所以每个公司都存在这些问题 究竟你熟不熟 你国语可能都未必说得好 那台湾的环境你又不熟 那真的不容易找工作 还有你的强项未必是台湾需要 譬如很多香港人可能英文很好 那台湾是不是这么多工作 需要英文很好呢 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有这么说的 我也认识了一位香港朋友 他在新竹上班的 那些工程师 台币是差不多30万月新的 即是7万多港元 他非常厉害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拿 其实台湾都有些很高人工的工作 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被人请回来 那至于你说职场文化那些 我所接触的呢 歧视香港人呢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你说完全没有呢也不会 因为可能有些公司呢 本身比较排外的 他可能不太喜欢外的人 那都会有这些存在的 就是我所接触的不多 那看看卢温 你认识那么多公司 认识那么多人又觉得怎样呢 那如果针对香港人的话 真是挺难的 第一就是 就是语言的问题啦 尤其是现在普遍 譬如你中南部左右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讲台语为主 很多 譬如很多的工厂 写字流的内部 很多人都是讲台语为主的 如果你本身不熟悉这个语言的话 就很难和人沟通的 你要找双方的工作 就比较难一些的 那你说服务业各样 你都要招呼一些 讲台语的客户的嘛 那你如果台语方面又不靓的话 那真的有点困难 如果一般写字流的那些 我觉得都未必适合香港人去做的 有些事情 文化上的差异 你不熟台湾的话 人家真的很难沟通的 就是想说你去哪里 拿个什么做什么 他可能查半天都不知道 如何去达成这个任务 有很多事情 如果是新移民来的 香港人到台湾 我想 开头那几年 都是一定要懂得扭本的 基本上 你说要找东西做 真的很难的 基本上 但我觉得在台湾 如果你真心可以做 就真的不难 其实很多工都缺的 包括尤其是服务业 工厂 写词游戏 其实也有很多大量聘请人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现在大部分的就业 去了高科技电子厂那边 所以很多传统行业 服务业反而是难请人做的 就是那边人工高福利好 各样的 当然要求的东西又不同 那你变了很多那些年轻人 现在 不走越来就第一个 就是想 是不是开了什么台积电 或者什么电 什么电 在那里做 是不是 一个月爽爽的 那样 找几万 是不是 但是 如果不去那些工的话 你就要找普通传统的话 人工就真的低很多 尤其是以我为主 我公司现在都请了两个助理 那都是一个月 说真的月薪都是两万多 未够三万 但是已经做了几年了 七八年了 台湾人工不可以只看 那个数字 就是月薪多少 这个都是真的不准的 以我为例 我以前的旧公司 它出的bonus 是多过我本身的 就是本来的薪金 因为看你第一业绩 第二 各样花红 年尾那些double pay 它不是double pay 是几十个double pay 尤其是台湾有些金融业 前几年都是 一比就比16个月 20个月都有的 那些年中花红 所以 不可以单单看月薪是多少 最主要看就是 这个行业有没有发展 第一 第二就是 它给的人工是哪种方式 是什么结构 那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觉得找工不难 到处都贴上去 就是餐厅也好 到处都请人的 其实是缺人的 所以应该 如果真心去找工 是不难的 你认识的一般香港人去到台湾 那他们现在过的生活大概是 是怎样呢 就是会不会很差 是普通还是 原来是世外天堂 比香港做皇帝好呢 所以我们认识的那些 普通的香港移民 都是有点钱的 都有点钱 我认识的香港移民 在这里打工的真的不多 就是刚刚来的那些 不像我们几十年那些例外 就是最近这几年来移民的香港人 打工的真的好少好少 不多的 当然反而衣亲的会多些 衣亲的打工 譬如我有朋友在酒店做 做经理 就是正正常常生活 就是近年那些 另外也有来过 譬如投资移民 取得了身份证 他做了台湾之后 就做另一些生意 一样有这些人存在 就是简单很多的生意 就不是之前投资移民那些 那你刚才说 你认识的那些都是有点钱的 那大概有多少钱 就可以在这里过一个不错的生活 就是用港币大概 如果以三十年 生活计 我觉得你拿着一千万港币 已经够用一世了 其实简单说 如果你来到买一层楼 而每个月 就是有两夫妻 不要说一家是多少钱 两夫妻 你有一层楼 就是够钱买一层楼 来到台湾 然后每个月平均大概用四五万 夫妻 四五万台币 其实可以够你一直用下去了 八五万港币用了十年 那你三十年都是四百多万 加上你就当你用二百多万 买一间楼 港币 那我想七百万八百万港币 在台湾可以用三十年 那我说一下澳洲这里 澳洲如果是五万台币 就是一万多港币 二千澳币 就算你有层楼 也绝对不够你生活 连生存也不够 你不用想了 但是好处就是 澳洲这里是很容易找到工作 来自香港的人 只要你有普通的英文基础 只要你肯做事 就一定找到工作 澳洲现在的最低人工 是二十元一毫八 澳市 这个是年年都会加的 但是澳洲的人工 跟台湾做很不同 是没有 bonus 香港人来到澳洲 基本上你肯穩做的话 肯穩做的话 99%你都会找到工作 但是澳洲有个好处就是 他那个人工的差距 他应该就没有台湾 没有香港那么大 如果你香港过来 无论你在香港 你做到经理也好 高层也好 你在澳洲找回相关的工作 你都很大机会 找不回以前的职位 你是需要有一个 比较大的discount 除了IT 如果你在香港做一些IT 或者是某个软件 或者某个专家的话 来到澳洲 不需要discount 甚至乎税前的人工 比香港再多一点 都有的 另一个就是医务人员 医务相关的 来到澳洲 也都很容易找到工作 税前的人工 是不低的 澳洲的职场文化 就是这样的 澳洲政府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多民族 多语言的国家 它是一个移民国家 为了平衡这个社会 令到社会更加和谐 澳洲政府和公司 是有很严格的政策 就是你不容许 在职场上有任何的歧视 无论是语言 肢体语言 甚至每个电邮里面 如果你带有少少歧视的成分 轻质就会警告你 重质是会炒鱿鱼的 所以在澳洲的职场 它表面上 你是感觉不到任何的歧视 但是你说其他方面 有没有歧视呢 是有的 特别是一些大公司 因为它始终都是一个 白人为主的社会 主要是欧洲人 一些高层 中高层的职位 你会发现绝大部分 都是留给那些白种人 他们人事部每年 在review你的表现的时候 它会用各种理由 比如说你的soft skills soft skills 有进步的空间 你那些 它们叫influence skills 就是你怎样去影响人家 你的领导能力 这些都是用来说的 当然这个不是全部公司都是这样 只不过是一个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这样 当然有些公司它也会重用你 你华人 找东西做就是不难的 基本薪金也都是比较高的 就是可以解决到你住屋问题 其实在澳洲过一个普通 很好的生活都可以做到的 我认识很多来到澳洲的移民 其实大部分它都会找东西做的 超过一半都会找东西做的 它们很快都可以找到东西做的 感谢杰拉德和老温的分享 我希望未来可以和其他国家的香港移民合作 推动我们在海外港人的交流 继续发扬我大香港民族在海外的光芒 今集就谈到这里 感谢收听兔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